那就能够化解咯 那就不对了嘛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老公死了 他是不是有保险金 哇 百多两百万咯 对不对 然后那个保险公司也倒闭 这样就符合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有一些怎么样化解 用保险来化解 很好化解的 好像我的命是很穷的 我没有钱的 你所有的孩子 你都跟他买重重的保险 这样 孩子一死 你就有钱拿 你看不可能嘛 你知道吗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来护住 我们在这天还要动 哎呀 该心 看你们的脸 越来越乱 还有出一点烟 你知道吗 都要走火入魔了 以为 以为 别让你的另一半 总感觉 你总是呢 爱管着他 这个不管男女 只要你是以为 我不知道有没有以为人出现 今天有没有以为的人来 以为 有没有 又不讲 你们跟我讲 我可以看你的脸一下 看你的长的是怎么样的脸 别让你的另一半 总感觉 你总是爱管着他 只要 这个是你的八字 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那么男命 男命呢 一旦有钱 要 这个八字 只要是男的 要控制 如果你有钱 一旦有钱 就是本来是没钱 你一旦有钱起来 发达了 在路边捡到 钱了 你要自我控制 把你的钱用在家 明白吗 意思就是 这个人不会把钱 有没有 有没有以为的人 有啊 那就可以 我们的员工 可以讲狠一点 如果是我们的顾客 就不要讲那么 那么熊啊 OK 一旦有钱的话呢 要自我控制 这个八字 男的 多把钱用在家庭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不会把钱 用在家庭的 那用在哪里呢 坐下偏财 容易啊 招来 那种 桃花 或者偷养 他应该不会 他有钱 就是拿去吃而已 吃饭啊 吃点笑啊 你看 所以 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 偏财 是怎么看的 你们八字有没有偏财 有偏财 在这个地方 食神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要注意了 偏财 有所欲啊 那么 很 难命啊 有偏财 坐下 都是要特别 小心一点 不要把钱 花在其他的地方 很容易 招来问题 女孩子 我们 做你 不是我们 你们做女孩子的 要注意 你们的老公 是不是有偏财 坐下 有的话呢 你尽可能 把他的钱管好 一天就给他 十块钱 你看他怎么 搞桃花 他连买花 都没有钱 还搞桃花 男孩子 是比较会这样 那千千万万啊 这种八字啊 或者这么说 只要是有偏财 坐在我们的 夫妻宫的 千千万万 不要去搞桃花 你会 身败名裂的 命虽缓头盔的 千万不要去惹 你惹不起 但是我们不否认 有些人 他有了老婆 他外面有桃花 他轻松很多 是错的 每个人都知道 是错的 但他回到家 他对老婆特别好 那个 外面那个呢 也不图他任何东西 真的是有这样的事啊 真的 不是不是没有的 他的老公 很多次啊 或者这个老婆 很多次啊 要死啊 还是要怎么样啊 是这个人帮助他 因为他们有前世的 因缘没有断 所以 砍桃花 可以砍吗 如果你们想要 砍掉你们的 老公的桃花 或者砍掉 老婆的桃花 你们可以去买一只 公鸡 公鸡 桃做的 不是真的 不 真的 真的 那个 公鸡 要桃 不要母的 公鸡 要桃做的 桃的 桃的 要真桃 真桃 不要 掺一点铁 也不用紧了 不过要桶的 放在桃花的位置 比如说 你的桃花位置 是在五方 那个公鸡的尖角 就要捶着这个五 就要对着这个五 准准 要准准了 这个 教你们的 除桃花的方法 有一些人 你们觉得 没用了 有些人 抄下来了 是他抄下来了 但是那只 公鸡 要大只 你不要买那种小小只的 那个没有办法 多只能不 多只能不 好像我们的头这样大 OK 大一点 公鸡 公鸡 他要两只脚都 都在地上的 你不要这样的 单脚的 不可以 要两只脚都在地上的 去 去找这个 那么要不要开光呢 需要开光的 那公鸡要开光的 然后呢 他的 他的肚子 还是哪一个地方 一定会有一个洞 一定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他烧出来的时候 他不可以用手拿 对不对 他烧的时候 要放一只柄 在那边烧 把烧龟 烧香 烧 然后就放水 然后 一定要这样子的 所以磁器的东西也是 他底下要放一根木 在里面 挥洒 这样子 里面呢 就要放什么 放他老公的 或者老婆的 八只 如果是你老婆 太多人爱了 去到哪里都 人对 好 那 女人哦 画女人的桃花 要 攻击 但是要彩色的 男孩子的 不可以彩色 brain的 这是original的 铜 千万不要以为 男人 犯桃花 多 容 女人 多 为什么 因为男人 犯桃花 要有条件 你要有money 女人 不用money 女人直接 I want 脱灰 就来了 来 come cue up cue up 排队 排队 你看那个男的 没有胜利的 所以画桃花的方法 招桃花就比较难一点点 招桃花 不一定灵眼 因为有很多的步路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日 日之被冲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因缘是要这样子的 尽量 你们尽量不要 不要去学 难怪 我的八字会 嫁给这样的人 娶到这样的人 哎呦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现在你就要认命 要认命 好 那么 女命 女命呢 喜欢管老公 为什么女命会喜欢管老公呢 那你就要看她的底下 如果这是女命的话 笔尖坐下的 就比较喜欢管你的 所以你们这里有没有笔尖 有 那你喜欢管另外一半 如果你这边有笔尖 你另外一半喜欢管你 那你也很开心给她管 那你肯定不是你妈妈爸爸的亲生孩子 这八字肯定不是你的 笔尖坐下的呢 她就比较喜欢管人家 管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就是管啊 不是变态的管 所以喜欢管老公 如果这是女的 无论你的老公长得怎么样 她的女人的缘啊 都特别的不错 所以如果女命 这个是女孩子 结了婚了 女命结了婚了 你看她的老公 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看了她 喜欢 这样子的意思 女命呢 容易走上幸福的道路 这个八字 所以怎么办 就叫阿豪呢 去 懂吗 变一下 IC变一下 变成爪博 容易走上 这种男的和女的差别很大 男的不要犯桃花 千万不要去惹上桃花 男的这样子就够了 女的呢 容易走上幸福的道路 女孩子 比较容易走上幸福的道路 这个 是 最特别的一个八字 比肩坐下 很少是忘夫的 她幸福的道路 说看清楚是幸福 她不是忘夫 她幸福是什么 是代表说 老公呢 她的家庭 遇到什么困难 最后都会解决 所以如果找老婆的话 我们男人找老婆 尽量找乙位的 尽量找这个乙位的 如果可以找到 女孩子 十个里面 几乎有九个 都是 这个八字 你娶了她 这个八字的话 你也会跟着一起幸福的 都是不错的 好 看清楚 长笔尖 看到吗 第三个 那个笔尖 藏在里面 什么意思 一定要 一定要把过去的感情 擦得干干净净 只要你的八字 里面有做笔尖 只要你八字 这边有笔尖 不一定是她 你们 你要注意 你之前跟什么男孩子 谈过联练 你一定要擦得干干净净 因为笔尖 坐在底下的 她比较容易动旧情 好像不要让她去看到她的 以前她跟这个在一起 或者喜欢她 或者这个人根本就不喜欢她 她也喜欢她 这样子 也算 她感情是这样 单方面也可以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 去帮另外一个 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男人 去帮另外一个异性 帮她工作一起 她的帮是超过的 好像你来帮我 帮到已经不是普通的帮了 比如说 你叫我捣水给你 通常我们正常就是 你不会自己捣啊 同事都是这样嘛 很好的同事就捣着一杯啦 但是她会拿杯去洗啊 然后呢 体秀也干净啊 然后她的温度和冷温啊 刚刚好 不会烫到的 哇 真的说 还有呢 你说你发烧 她会摸你的 已经过了 那个已经过度了 已经过了 她很会这样子 所以她就会一直想 她结婚了 她也会想 哎呀 以前那个 只要不要让她跟以前的 或者第一个的 或者第二个第三个的 不要给他们见面就没事了 不能给她见面的 要记住 不要给她见面 见面 一定死掉的 然后最近怎么样 你的老公对你好吗 好 好就好了 好就好了 你试试看 你跟她说我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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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了 所以很麻烦 你一定要把你的感情 擦得干干净 才跟人家结婚 只要 坐下是比肩的人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的 或者你认识一个男的 底下这边有笔尖 她说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我死了 那就太好了 赶快跟她娶进来 就是她是处男处女 我第一次谈恋爱 但我不是处女 那就很奇怪 这个答案就很奇怪了 还是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但是我有两个孩子 这个账怎么 就是人家跟我们说的 我离婚半年了 离婚三年了 孩子半岁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这里有没有Mass老师 帮我算一下 离婚三年 你孩子六个月 你是怎么算的 但是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爱情 很Romantic Romantic 你找以下有笔尖的 是不错的 但是他Romantic Romantic 久了他就会想到他的 以前也是跟那个在这边坐 我觉得 这不是不好 如果你真的是有笔尖 而真的有这样的毛病的话 静静不要讲就好了 懂吗 不要承认我说 否定我所说的 那就没事了 不要生人 没人知道 要骂得干净 笔尖在下的 也是有情有义 笔尖坐下 如果是同性恋 或者是同性的恋爱 那很严重的 会自杀的 他们走不出来的 男的喜欢男的 女的喜欢男的 底下去坐笔尖 他走不出来的 很难走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 我认识的 男性与男性在一起的 我认识很多 以前 现在 没有在一起了 我不是 不是 我说我认识 我认识 他们的感情 是 我可以说是 全部的感情中 他们感情第一 他们的感情 比男女的感情更好 真的是好得 不得了的 我有去跟他们看过风水 很难 很麻烦 说这个赵如 要对谁 所以我就看 他们一定是有一番